尊敬的作为法师 作为大德同修 大家祈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三十三院 这个光明会变愿 我们先把经文读诵一下 我作佛时 生我活着 善根无量 皆得金刚纳罗延伸 坚固之力 身顶皆有光明照耀 成就一切智慧 获得无边辩才 善谈诸法密钥 说今行道 语如终身 若不讹者不取正觉 在讲记 两百零三页 过得无边辩才 这里师长提到了 这个辩才 佛在经上归纳为四大类 称 诗无碍辩才 这是信德自然的流露 不是能学得来的 学得来的 称诗字变充 这四类就是一般经上所讲的 法义词要说 这个是法无碍辩才 义无碍辩才 词无碍辩才 要说无碍辩才 这是类 前面三种属于智慧 后面一种属于慈悲 这个有智慧 没有慈悲 他就不说 那有慈悲 没有智慧 他就乱说 这个也不行 必须悲至双运 那我们看到 现在出来宣讲佛法 宣讲传统文化的 蛮多人的 我们也要慎重 因为攸关 法生会命 尤其佛提醒我们 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 如横河沙 他有利重的心 有慈悲 但是他没有智慧 他可能随自己的意思说了 这个要很谨慎的 所以 师父上人讲到的 最佩服孔老夫子的八个字 数而不住 幸而好古 好 所以 还没有正阿罗汉以前 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 随自己的意思说完 那这个靠不住了 所以一般 训练讲经 都是先复讲 复讲主师的注解 父讲 像老儿上这样 一代高深的 焦躁 好 所以可见得 说法 实在 不容易 一定要 一定要开智慧 在佛门 护法 是弘法 退下来的 他才懂得怎么护 弘法 是开智慧的 弘法 那到现在 我们这几代人 传统文化的 学习 那是一代 不如一代 这数字都在下降 当然我们不能让他继续再下降下去了 对我们来讲 我们应该 让下一代 清除于懒 慎于懒 从因缘来讲 下一代比我们学得早了 但是我们是他重要的真上缘 我们这个身教 要做好 成德也接触不少年轻学子 在这个时代 会爱要传统文化的学子 应该都是过去生 都学过了 不然现在整个社会的风气 享乐的风气比较甚 这些年轻人 他还愿意学 这个不是偶然 过去生的善根 那父母是他 这一生 最重要的真上缘 万法原生 所以这个真上缘很重要 那年轻人 虽然爱要传统文化 但是内在 都有一些 情绪 没有 能够排解 抒发开来 跟他们深聊 往往是父母 不是很和和 所以 孩子有很好的 善根 父母的真上缘 是很关键的 所以老和尚在 昆斯兰大学 跟这些专家 讨论世界和平 这个对话 应该 有不少同修 都很有印象 这些专家 讨论的都是 用 外交的手段 经济的手段 甚至用武力的手段 要促进和平 老人家 最后发表 谈话 告诉这些专家 说 你们要解决问题 跟我们中医治病一样 在找到病根 这段话 我们都很熟悉 那这一段话 我们随文入关 我们在 我们在 面对我们的事情 我们是不是都在找病根 斩草不除痕 春风吹又生 这君子物本 要把根本找到 问题的根本 问题的根本在哪 修行的根本在哪 那这个不能不重视 不然我们修学 很可能变成舍本逐末了 处理事情变成本末道自然 最近也跟大家提过 不止一次 这个偶艺大师 对我们末法修学的提醒 陈德讲到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 是哪 三点 大家没反应 非常正常 科学家说 要21遍才记得住 当然这个21遍 也不能听执着 不然你遇到一个 要25遍才记得住的 那你到21遍的时候 很生气 那是你执着 不是他的问题 那天遇到一个父亲 他说这个孩子 12岁以前 让他大量背书 大家说对不对 我们一听 知道强调的 因为孩子在那个时间段 记忆力特别好 理解力还没有那么强 这都是十节因缘 修行人要敏锐 什么事情都有十节因缘 比方说闹不愉快了 这个道歉有没有十节因缘 今天道歉跟三天以后一不一样 不一样 好 我们七个即时 第一个即时关怀 这个即时关怀 有没有十节因缘 有 好 你今天关心 跟三天之后 那很不一样 三天之后 你一关心 我都好了 差不多了 你才打电话来 这个十节因缘 就不一样了 那个 有成家的人 十节因缘 另一半 今天生日 你明天 就差很多了 今天跟明天就差很多了 好 那 我们也探讨到 这个学佛 难就难在 不产生执着 我们一听 法 这些法本身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对法产生执着 叫法子 比方说听一个 十二岁 会不会拙在十二岁 一拙在十二岁 会怎么干 筛啊 什么 十二岁以前 十二岁以后就没办法了 一直筛筛 这个心 一有执着 做出来的事情 就会有偏 所以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这是真心的作用 那前提是 因无所住 你看 假如一听到十二岁 自己的孩子已经十岁了 开始紧张了 快快快 剩两年而已了 我们都没有关照到自己的念头 关心为要 又是偶异大师的话 这个静色明 这四条 关心为要在哪里用 阴光祖师说的 日用之间 日用就是一天当中 万境交集 多少个境界 万境交集 一不觉察 就是没有关照到 自己的念头 难免种种 为理情想 违背信德 违背道理的念头 起来了 撇耳而生 慈想即生 真心碎受复毙了 我们只要起了贪嗔 吃慢这些烦恼的念头 真心就被他障碍住了 万境交集 那关心为要 什么时候 那就变成 anytime anywhere 随时随地 因为你不随时 关照自己的心念 一不觉察 那这个真心就被烦恼 可以控制住了 不怕念起 只怕 大觉子 念头 一不对 观照到了 赶快 阿弥陀佛 提起来 好 那 刚刚 跟大家提到 在欧耶大师说 我们学习 要注意三点 其中一点就是 逐末不求本 这个要慎重了 还有是 好多 不耗精 喜欢学很多 但是不专精 不深入 这叫贪毒 老和尚有讲 佛法是 放下贪 放下习气 不是这个贪 换对象 到佛法里 贪 到佛法里 增长习气 那这个就很冤枉了 百千万劫难遭遇 结果这么殊胜的缘 变成增长 烦恼习气 那这个就很冤枉了 再来第三点是 求解不求证 喜欢听经 不喜欢改习气 因为修行是 信解行证 只有解没有行证 那会长浮华 所以要重视行 所以这个夏年老 强调真干 这两个字 这个真 是没有 有一毫 夹杂 一毫自欺 极非真 夹杂妄念 邪念 就不是真 自欺 是自己骗自己 有一毫 有一毫 懈怠 一毫 自述 自己宽恕了 几非干了 我们 很容易放过自己 不容易放过别人 这个不符合中述之道 要不容易 不要轻易宽恕自己 要检讨 问题出在来 检讨清楚了 不然会打迷糊仗 这一点很重要 但是也不要搞到 跟自己过不去 逼得自己都喘不过气 那这个又太过了 不打迷糊仗 认真检讨 检讨完了 后不再走 有些太过了 就变成 一直在自责 自责到 没信心了 这个是太过了 我们在修行路上 也不断在练 不要过 也不要不急 所以东方慈国天王 拿着是琵琶 不能太过 太过就 太紧了 会断了 弦会断 太松了 弹不出曲子来了 好 那刚刚提到 老上 跟 这些专家讲 你们要解决问题 我们听老上讲 要随文入关 不是当故事听 那个影像都在外面 要拉回来 才有受用了 你们要解决问题 找到病根 那这段话 我们有没有用在 自己家庭里面 工作上面 家庭工作 人际关系 也不能打迷糊仗 问题出在哪 要找出来 而且 解决人事问题 跟解决身体 疾病问题 这些理是相尽的 身体的问题 越早治疗 越好治疗 拖太久了 拖到都已经结块了 变成癌症了 那就很麻烦 同样的 人事的问题 拖越久 彼此心上的 沉浸越深 越不好处理 所以 处理人事问题 处理健康问题 都不能 一拖再拖 所以修行 改行器当中 这个拖延症 也得要下功夫对峙 这个拖延症 太严重了 就不会 一心求生 希望极乐世界 跟这个心 会相违背的 所以老上分析了 那并根在哪 并根在家庭 每一个人 都从家庭出来 他父母 常常争吵 你说这个孩子 怎么学到 跟人和母相处 这些专家听了 也认可 所以 真的带这些年轻人 就深刻感觉 家庭教育是根本 学校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延续 社会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发展 宗教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圆满 那家庭教育是本 那可能 讲到这里 假如你的孩子 已经大了 十几岁了 二十几了 可不要听到这里 这个心上多了一颗石头 哎呀 你看 来不及了 孩子都大了 那变成我讲这段话 增加你心上的石头 那我不能干这个事情 亡羊补牢 由未完以安 所谓精神所自 精神为开 你的孩子虽然大了 可是父母真的认知到 自己相处的问题 真正承认错误 真正改过来 这个也会震撼孩子的心灵 自成感通 这是真实不虚的 好 所以有开始 都不会闲稳 那刚刚是跟大家提到了 你看说法的人是要开智慧 护法的人 是要红法退下来 那我们这几代人的素质都下降了 现在要符合这个标准 难了 有佛法就有办法 达不到那样的标准 那得要有配套措施 没有配套措施 那就 洪护的人 那就很容易出状况 那变成古来征战几轮回 那 红法的人 不是 红法的人 那就要向老上指导的了 要守住 恕而不作 信而好骨 要做副奖的行事 而且是团队 出来红法团队互相提醒 一个人 很年轻出来红法 就在鲜花掌声里面 这个 一般人不染足 不太容易 那 这个 护法的人 那不是红法退下来的 那他 就要听经 不能中断了 我们看到 老和尚 一些因缘变化 其中 有一个关键 那个最重要的护法 一开始都听经 后来事情多了 名气也大了 经不听 不知不觉就偏了 所以古人说 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真 当然 陈德现在在讲护法 大家不要 那个像 只是 道场里的护法 请问 父母是不是孩子的护法 老师是不是学生的护法 老板是不是员工的护法 你朋友之间是不是互为护法 这是善有为一 可是我们当君亲师 我们要护别人 那我们自己要先护好 自己都护不好 护不了别人了 而且在护的过程 因为我们是成年才学的 所以我们还没学佛 以前的做人做事的习惯 是蛮强的 一不警觉 本来的习惯就冒出来了 强者先迁 所以我们护法 要形成一个态度 我考虑是了 我又没有用佛法来思维 老和尚说 多少元做多少事 可不能打从脸 从胖子 做大 做强 你还得要度得量力 多少元做多少事 不能攀圆 那种 这个 这个是闽南话 就是喜欢跟人家攀比 输人无输丁 输丁拍跨面 就很好面子 一定要跟人家比个高下来 那这样做事 心中 跟佛法就不相应了 人能弘道啊 我们所做的跟 佛法相应了 这个才能弘道了 所以我所思考 我一言一行 要按照经典 再来 佛法 也要能听 底下人的意见 因为我们也都不是 从小学 而且说是在 佛法工作 责任重大 这个因果很重的 人家愿意提醒我们 是在护持我们 可不能那个 我要说了算的习气 用在护法上 那这个就 造的业也就重了 老上常取 唐太宗 他底下的人 给他建议 错了 他都没有去反驳他 度量大 必 这个 德不广 不能使人来 量不宏 气量要大 量不宏 不能使人安 你看气量太小了 底下的人 跟他做事情 很怕他 哪里又 看不顺眼了 哪里又不高兴了 气量小 小鼻子小眼睛 这样工作起来 气氛就压力大了 那度量大的话 人家跟他一起配合工作 就很放松了 好 这个洪护 都有配套措施 我们才能 做好 不求有功 但求无故 那这里老和尚提到的 说法要开智慧 智慧 从哪里开 智慧从清静心开 清静心起作用 就是智慧 要想自己本性里 般若智慧现前 最好的方法 是可以现前的 是少打妄想 也就是说 凡事不起心 不动念 就是不起妄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因为你用的 都是妄心 好 所以是这个障碍 所以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 智慧得相 但也妄想 分别执着 不能证得 那不用妄想 不胡思乱想 让心定下来 那是真正的定 外面境界 不是不明了 外面境界 要是不明了 那是无明了 不是定了 外面境界 明了 可是胡思乱想 那是邪见 是病 所以外面境界 清清楚楚 里面的心 如如不动 这是镇定 老王上 讲经也说 用心 如镜 镜子本身 是清静的 心 比喻 我们的心 是清静 照外面 是清楚的 那像 你看到外面 明了 可是心里很乱 可是心里很乱 见人家的过了 那这个是邪见 是毛病 所以 这是我们修学的目标 外面清清楚楚 心是清静 如如不动 这个下手处 还是多念佛 心里有佛号 就不容易 起这些烦恼 妄想 但是看外面 因为心 没有妄动 看得比较清楚 随缘 随每一个缘来 妙用 为什么妙得起来 心里有佛号 假如 平常没事的时候 心里就 很多 担忧 烦恼的事 再加上一个事来 那就更乱 好 我们前面 提到夏连居老居士讲的 这个处事 处理事情 要用第一念 大功无事 扩兰而大功 勿来而顺应 那个就是 用心如静的精神 事已过 勿留至 事情过了 不要留在心里面 检讨完就要放下了 事未至勿将营 事情还没到 不要烦恼他 跟镜子一样 照完了 这个人离开了 镜子 痕迹都不漏 这个人还没来 他也不会去想 这个事还没来 他不会去想 好 老师进一步说了 如果不会修 你就念佛 一句佛号 接着一句佛号 就是念佛三昧 这就是修清净心 修平等心 修绝而不明 经题上的亲近平等觉 就是圆满的戒定慧 三无漏学 戒学是亲近 定学是平等 会学是绝而不明 都在无量寿经的经题上 所以这部经的好处 很容易就看出来 你依照这个方法修 准没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句接着一句 就是亲近平等觉 这个念佛即是自心献 自心的亲近平等觉 这是本有的 会献钱 深深唤醒自己 鸿鸣正章自性 所以我们平常生活 总有许多事要做 要学着做事 不妨碍念佛 一面念佛 一面做事 一面做事 一面念佛 这个必要熟练 好 那这个我们实际情况 比方做事的时候 你在念阿弥陀佛 你不能专心做事了 这个念佛 我们老和上说的 念是精心 心上真有佛 那我们就真诚慈悲 去处理事情 当然你做事的时候 你提起佛号一点都不影响 那非常好 假如念着念着 你没办法专注了 那我们就以真诚慈悲心 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去处理事 就不会有得失了 没有在傲慢高下 处理事才能平等 处理事对人没有成见 才能真诚 处理事能念念为他人 这个他人是指在这一件事当中 所有的人 不是那个你最喜欢的人 那这个处理事来 我看 不会处理的太好 好 所以工作不妨碍念佛 工作不妨碍用真心 以亲近心应付外面的境界 心地亲近到相当的程度 即是照见 心经说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这个照见了 智慧就现前 智慧现前 不怕你没有辩才 决定有辩才 因为这个辩才是性德 何其自性 本质具处 智慧也是性德 性德流露 所以由此可知 学佛 不管你学哪个法门 哪个宗派 修定 非常重要 定是开会的 关键 是枢纽 所以任何宗派 都重视修定 念佛 或者是用无量寿经 用阿弥陀经 或者是用佛号 修一心不乱 阿弥陀经上 讲的一心不乱 本经讲的 就是修清净 平等 绝 好 那我们 要在一切境界当中 修定 前面老和尚也是讲到 不取于相 不要着相 如如不动 就不要动心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常常提起这个教诲 帮助我们看破 就不容易着在这个相上 那心也就不会动 一着相就很容易动 那老和尚讲了 凡是让我们的心 不清净 不平等 都是魔障 现前 我们六根 接触外面境界 生欢喜心 情绪波动 欢喜 欢喜 魔来了 不高兴的时候 烦恼 魔 来了 贪 魔 来了 称 魔 来了 嫉妒 魔 来了 都是魔王 魔镜一线前 一句佛号 提起来 魔就远离了 了凡事训有一句话讲 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因为这个邪念 妄念 他不是真的 祖师翻经方 妄心 妄是什么 虚妄 假的 假的能不能障碍我们 我们把他当真 他才能障碍我们 我们知道是假的 我们一提起正念 这个邪念 妄念 就污染不上 只要佛号 一提起 魔就没有了 佛号要不提起 魔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凶 力量越来越大 你就免不了要造业 免不了受鼓抱了 那我们有没有经验 真的这个 贪啊 撑啊 嫉妒啊 要上来了 拼命念佛 拼命念佛 结果还是压不住啊 这个我们得经一世 长一致 我还是念了 我还念得很大声 怎么还是压不住 我们还是要看深入一点 我们的心念呢 要专注在佛号上 一字一句 摄耳地听 我们往往虽然声音很大 但念头啊 可能还是着在 那个堪念 或者那个嫉妒念 你还在关注他 所以妄想千般皆不管 一身佛号要分明 一致一句要念清楚 听得清楚 摄耳地听啊 就容易把其他五根收摄回来 古德常说 修行人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念是妄念 妄念起来不怕 要觉 要觉 妄念起来了 第二念就觉 什么是觉 阿弥陀佛 第二个念头啊 就是阿弥陀佛 把妄念扶住 把妄念打断 这是功夫 这是佛号念的得力 佛号如果控制不了妄念 就没有用处了 念的再多啊 也没有用了 起不了大的作用了 古人所谓的 喊破喉咙也枉然 当然这个念佛功夫得力 也不是念三天五天才得力 但是要有恒心绝心去下功夫 有一个过程的 深处转熟 熟处转身 慢慢忘念陌生 佛号越来越俗了 我们有时候念佛念不好 要看到自己的性格 容易着急 容易 这个没耐性 学佛就是要改革性 在念佛的过程 察觉到自己这些性格 要把它修正 修行就是修正行为 修正性格了 好 那 我们也看到有 念三天功夫就得力的 大家见过吗 寅科法师 念了三天 阿弥陀佛就来了 但是因为他 他很怕多地狱 所以他念得很勇猛 好 还有呢 地藏经 佛罗门女 念了一天佛 她的对境是什么 她的母亲 多地狱 你看她那种自成孝心 念佛 这个功夫容易得力 所以我们 会修的人 对方说 你父母现在身体不好 你那个 在这个静缘当中 这个孝心越来越切 自成念佛 希望帮父母消掉这个业 那有可能 这个父母生病的这个因缘 我们念佛的功夫就快速提升 那这个 那这个金刚经讲义 江卫农居士 他也有提到 念佛 以这个念佛 这个明熏整个法界 希望一切众生都得利益 那这个心境 就是无量寿经说的 一切皆成佛 他的心就是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 他这个佛号为一切众生 能消业障 能同生极乐果而念 那这个心量广大 应该功夫得利的也快 所以会善用境界的人 自己能够在这些境界当中 很好的提升 而不是生烦恼 一转念 烦恼可能就 变成我们精进的因缘 烦恼即不体 危机就是转机 所以你现在特别痛苦的是 有可能一转念就变成 你勇猛精进的动力 大家假如觉得 转不过来 可以写上来 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短短短短短 所以功夫得利 佛号能把妄念打掉 所以清静心现前 清静心起作用 就是智慧 就有变才 那诸位 我们这个在家人 一般都有成家 都想要互念家里的人 变才重不重要 所以现在不是急着 要去给人家唠叨唠叨 因为你那唠叨里没有变才 甚至还有烦恼 还有强势 还有对立的情绪 所以要互念好别人 要有变才 要有变才 首先要有清静心 才能把事处理好 才能把别人互念好 所以黄念主老句是说 要把念佛摆第一 有道理吧 你不多念佛 心不清静也没变才 乐器劝别人 适得其反 那还不如不劝 所以我们解决问题 刚刚一开始说的 都能从根本去解决 分析起来 你要互念别人 重点不在别人身上 别人是我们的依报 随着这么暴转 这是不是思考问题 都要从根本 劝别人 效果不好 原因在哪里 你得把病根找到 老儿子说把病根 找到 老儿子讲一个故事 这世中有理 这个理我们拉回来 自己的人生当中 有很多用处 老儿子这一段话 就指导我们 解决问题的根源 要得清静心 才处理得好 那怎么得清静心呢 好好念佛 要让功夫得利 那具体做法呢 要把念佛摆第一了 只要我们 还有浪费时间 就不是把念佛摆第一了 难怪功夫 静静静静退退 能把念佛摆第一 这功夫应该就慢慢就提升上来 这个我们得总结 总结 怎么不能提升呢 不能打迷糊 这样吧 学佛是 面对境界清楚 我这个念佛怎么静静退退 问题出在哪 找出问题根源 才不是糊涂的 那这个得自己找了 别人帮我们找 我们还不高兴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下一段讲了 学佛一定先断烦恼 断烦恼是定 再学法门 学法门是开智慧 这个在华音经 善才童子的表法 他在老师 文殊菩萨坐下 先得根本次 根本次就是清静心 就是这个定了 他出去五十三餐 这个再学法门 你看他一餐 他就向上提升了 我们没有先有清静心 越餐越乱 这个 这个之所先后 这个很重要 要先得定 然后再去餐 再学法门 你还没有定 听一堆 我观察 现在手机 讯息量太大 一看这个标题 有点兴趣了 点进去了 可能我们一天就不知道听 几个老师讲 我那天听一个同修 发过来视频 他要发给大家 先发给我 这可不可以发 我一听 李讲得挺好的 可是他在讲这段李的时候 举了谁谁谁说什么 谁谁谁说什么 我们仔细观察一下 老和尚都说 谁谁谁说什么 老和尚都说了 释迦牟尼佛说什么 印光祖师说什么 大家注意 所举的是开悟的人 假如你举谁谁谁说什么 这个人不是开悟的人 那他有没有分别之所 你一个话里面 有这么多人的讯息 这些人都没开悟 你什么时候 影的是他的分别之所 自己知道吗 判断得了吗 阅读啊 是一个好习惯 可是问题是 你阅读的书太多了 你看有一些心理学的理论 这提出理论的人 精神都不是太正常 那你说该看吗 他讲的我觉得挺相应的 他讲的这一两句你很相应 你怎么知道哪一句是偏邪 邪师厉害在那九十九句没有错 一句就让你下地狱去了 陈德在27年前就遇到这样的姻缘 他都已经走了 还一堆人在学 我在台湾的书架上他一排书 他讲什么 讲金刚军 讲这个禅宗祖师语录 你说这一般人讲得了 可是他一个男女之欲啊 他是赞颤的 他就把你推到地狱去了 所以楞严经最先灭啊 为什么 这个楞严经后面五十阴谋啊 就把这些妖魔鬼怪都分析清楚了 所以这个他是赵妖境啊 所以法洛的时候这些群谋乱鲁 我一定先对楞严经下手啊 楞严经清静明悔章 第一就是淫心不除 臣不能出 你要出六道的 这个我们投胎 就是因为男女之欲 没有放下 才会投胎啊 所以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的法源 我们不能掉以轻轻乱听 况且这个陈德克人感觉 我是一有时间 赶快楼上的经打开来听 可是时间有限 处理的事多了 所以我感觉我得要看破放下 人的时间经历有限了 你处理的事太多了 像我们已经出家 主要任务啊 要贺赞如来家业 就是弘法立身 那弘法 你首先要深入精湛 深入精湛 要不要时间 那假如处理的人事太多了 你说 法师啊 我就三分钟就好了 我就五分钟就好了 那 那就变成多少时间了 所以人生的取舍啊 也是很重要 这个也是要有智慧的取舍 所以大家 虽然陈德是在分享自己的思考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 也要妥善的安排 定须喜啊 会须闻啊 定会等词 这个都要下功夫的 好 立重的事情 圆成熟 我们尽力去做 一般来讲会生烦恼 太攀缘了 好 老婆上这里讲了 我常常听到同修来讲真心话 就是自觉罪业太重 这一生没有 这一生有没有能力消除都没有把握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动这个念头啊 哎呀 我罪业太重了 有没有能力啊 没有把握 我们刚刚讲到 观心为要 心 不怕念起 只怕觉慈 我们观照一下 这是什么心念 担忧了 怀疑了 这是烦恼 这会形成障碍 人有些性格 就很没信心 很容易担忧事 这些性格慢慢 要转了 未来的事 不要担忧 因为一切不离因果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念头 言行都对了 未来不会不好的 预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万 我们说以理则情 我现在有担忧未来 用意理把它调伏了 怀疑自己了 没信心了 那要念六祖大师 老师上说博士论文 那二十个字 本智清静 本不生命 本智具足 本不动摇 能生万法 所以都要对峙 烦恼 要转念 这个我以前 也是很没信心的 很容易烦恼 接触佛法 我有一个心态 就是 圣贤人不会骗我 佛菩萨不会骗我 老和尚不会骗我 我相信这一点 因为我也不愿意骗人 更何况是他们来说 那他们的话 我不怀疑了 我就照做 像我中文很没信心 那是以前 遇到老和尚了 那把这个没信心的念头放下 后来中文提升的就比较快了 所以境界障碍不了我们 障碍在哪 念头 你怀疑自己了 他就形成障碍 你不怀疑了 潜能 他就慢慢 开发出来了 境界没有问题 问题是我们的分别之种 我们的烦恼念 所以不要在外面解决问题 那个是滋末了 拉回来根本 就是心念 一切法 重新响生了 好 晓得事实真相 念佛决定消罪业 阿弥陀一句 灭八十亿劫 生死重罪 所以 就要认真去念 要 去念 迎科法师 出家犯戒了 他是担心堕地狱了 他念三天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 可见这个念佛的功德力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六字统色万法 万德鸟鸣许 能灭重罪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肠消除 不但悠心成属 且可浮惠增长 你有信心去念佛 那个力量更大 至于学法门就不必着急 这一生念佛的功夫成就了 利益得到了 烦恼清智慧长 可以学一点法门 如果妄想执着还是扶不住 就干脆使了学法门的心 现在不学 等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学 这一生只要把这一句佛号 把烦恼扶住就好 我们得要清楚自己的状况 才能成就我们这一生的道业 所以 清楚 自己妄想执着都扶不住 就不要急着都要学很多 经教法门 只要这一句佛号烦恼扶住就好 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取手 这个是真智慧 不然 接触佛法二十年三十年 烦恼都扶不住 也学了不少东西 生死的事不能解决的话 那还是要轮回 所以映竹有一段法语 值得我们去体会体会 映竹说了 一句弥陀念得住 成佛上有余 不学他法 又有和汉 佛号能念得得利 老和尚说的 功夫成片 当然你是对这一句佛号很有信心的 假如对这一句佛号都没有信心 那还得多听经 对佛号功德 对极乐世界 对阿弥陀佛 要认识得更深入 假如你不怀疑了 那你一句佛号念得数 成佛上有 没有去学其他的法门 也没有遗憾 去了 做阿弥陀佛事菩萨 于一念请 片游十方佛果 跟一切诸佛学习 这一生 我们做事 也有一个态度 就是 要稳妥 不能 有侥幸的心理 要稳超胜卷 这比较妥当 所以老和尚说 要先拿到往生的把握 见到阿弥陀佛 心就安了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那什么是义佛 你读无量寿 即用是义佛 西方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你洗澡的时候 是不是义佛 你戳着这个污垢的时候 就想着 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清虚之身 无疾之体 你遇到这个世间 都是能联想到 还是极望极乐世界 你在义佛 李秉兰老师 你不是遇到这个境界 去摊走这个世界 而是更想去极乐世界 大家自己去思维 遇到境界的时候 是不是一看 哇 好吃啊 留脸好吃啊 你就想不起来 极乐世界不用吃了 你在走路的时候 怎么这么远 你在那里抱怨的时候 生烦恼 你走走走的 想了 我到极乐世界 很快就要去了 我就神足通了 那时候就方便了 李秉兰老师说 两个世界的味道 大家品一品 两个世界的味道 你不求生极乐世界 宏一大师说 非语则狂 不是愚昧 就是狂妄 所以义佛 就是要净土为归 我们今天做好事 积功累者 我是为了 我是为了 正助双修 积累往生的质量 都是在求生净土 这才净土为归宿 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求生净土 那这个意念就是在义佛 妄想执着不断 你念一辈子佛 怕的是灵命忠实 妄念又现前 我们在念佛的过程 都要堪厌自己念的如何 你不能念三五年 人家问 你念佛 感觉有没有进步 我也不知道 每天得反省反省 每个月得反省 总结总结 老婆上有讲过 能不能往生 不要问别人 要问自己 这个都是指导 我们要堪厌自己的状况 不能学得稀里糊涂的 也不知道进步还是退步 老婆上说 你一天佛号多少 妄念比佛号还多 这个要往生就不容易了 现在人没有生病好好的 妄念都比佛号多了 那代表妄念的力量强了 临终的情况 比现在那更难 现在就提不起来 怎么保证临终提得起来 所以怕的是灵命忠实 妄念又现前 强者先迁 所以大家也要堪厌 生病的时候 佛号也要提得起来 突然 有一台车冲过来了 这个时候也是佛号又起来 在这些情境当中 我们是不是佛号都能 在第一时间起来 还有遇到事的时候 要赶快找阿弥陀佛 不要陷在烦恼当中 好 所以临终 妄念又现前 往生就没有把握 那就非常可惜 所以不如 把学法门的念头打断 往生见佛之后再学 这是好主意 我们就一门深入 不要再贪学太多法门 其实我们这个法门就有五经一论 静主宗的经典 那要深入这些教诲 都要下功夫了 那进修节药就是把五经一论的精华 编成三十二段经文 这是受持 静修节药 现在大都市里面生活还是很忙碌的 工作家庭责任也重 可是 这三十二段经文做下来 十几分钟 二十几分钟可以做完 这整个过程都是异佛念佛 好 下一段呢 善谈诸法密药 这是第三十四 善谈法药愿 密是深密 凡夫恶臣全教 全教菩萨这个还没有尽性 不容易体会的 药是恶药 是经药 诸法密药 是指这一部无量寿经 就是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大吉经说 若人但念阿弥陀 是名无上生妙禅 这个禅已经是很高了 在念阿弥陀佛 是无上生妙禅 所以这个确实是 读老和尚说的 是经药 是佛法 是顶峰 所以不容易 男性之法 所以男性之法 你能说的 让人相信 那这个是善谈诸法密药 不是别的 这一句阿弥陀佛 是密中之密 禅中之禅 真中之真 圆中之源 这都是随唐时代的 大德们所说的 此话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那老和尚常提到 为人演说 我们假如真的老实念佛 念得身心转变很大 首先身体转变 亲戚朋友看 你最近气色很好 荣光 荣光焕发 就像刘树云老师 荣光信 狼仓 念火 念到好了 这个演的好 就在说 让世界人 深信心转变很羡慕 那真的生病的人 你就给他很大的鼓舞 心 念的 本来性格 都是比较容易担忧的 抱怨的 念到 这个 常常都是欢喜心 那你亲戚朋友就觉得 哎呦 他骗了一个人 你就把这个密宗之密 禅宗之禅 真宗之真 原宗之原 你介绍给别人 说经行道 说经是言教 我们共同期许 为人演说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这个时代最大的供养 做好榜样 就是供养 念佛念得好 这是好榜样 你夫妻相处好 这个家庭是榜样 在这个世间 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所处的道场 虽然不大 麻雀虽小 武藏俱全 都没有是非 很团结 和合 这个 力往一处死 别人一接触这个团队 很感动 好 说经是言教 行道是身教 求生希望 不是光说 真的依教奉行 把经理所讲的 都做到 语如终身 此事形容 这句含义非常深广 终身传播的很远 能警惕人心 所以佛门的 木骨城中 能提起人的警觉 而且那个终身 能让地狱苦暂停 所以在 在寺院里面 敲钟要念记 愿此终身 超法界 铁围 铁围就是地狱 铁围 幽暗西接闻 好 文尘清净 正元通 一切众生 成正觉 那敲钟的人 那个念那个记者 就是希望 一切众生 都成佛 所以这个木骨城中 能提起人的警觉 这还是接着前面 这一句来说的 也就是说 无论你是说法 念佛 一一身中 皆含无量的妙意 就像终身远文 你说的法 念的佛 让人家听了之后 余音绕梁 三天 好像 你讲的法 你念的声音 它还有味道 听到声音的人 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唐张记的 崩桥叶博 这一首诗 诗中的 寒山寺终身 看起来很容易懂 真正的意识 懂的人不多 所以中国诗词含蓄 含义很深 实在讲 也是无量意 而且有的写诗的 都是学佛的人 所以它里面都有禅意 欢喜的人读了 是一种喜悦的感受 有约虑 有烦恼的人听到 触及他的 惆怅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所以你问他 这首诗有什么 有没有意思 他真的没有意思 但他又有无量意 每一个人看了 感受都不相同 就像清晨 听众生一样 每一个众生感到 听到感受 都不一样 这个地方是以此形容 佛经与佛号 含无量意 能普遍觉悟 九法界一切有情众生 所以以上三愿 也圆满成就 所以阿弥陀佛四现成佛 这三愿 是总说 下面的愿文 是别说 这个别说 就是细说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